这些人一看呐,全泄气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哎哟,这和那鸣声比起来可差得太远了,实在是不怎么样,感情是啊,一半有鸣声,一半是唬出来的鸣声啊,你看这叫什么拳脚,那拳打出去胳膊都伸不直,那腿踢出去之后那脚脖子都搭了着,这不是喊腿吗,关节而言吧,眼睛有那病吗? 可这些人也在联想啊,水破凉山那地方大概潮湿,可能受潮了,这全也太惨了,站在房檐下的这些人,你瞅着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面面相去,心说,嗨,得了,看到燕青就看到于其林,卢尊义了,可是你说他不怎么样,那怎么会把史文公给挑了呢? 难道说卢尊义是借的枪吗?不能啊,那么这个燕青卷到底好的什么地方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些看热闹的傻了,为什么呢? 哎呀,燕青这船可太厉害了,我的天哪,人家那个劲儿感情在里边含着呢,什么叫含着桥门的,里边看热闹啊,人家那全是没沾上你,等沾上啪一下,胳膊怎么一身,你一条一跟头就出去了,那个脚是没踢上踢上,咔嚓一下,石头庄子都得折了啊, 这全练得怎么这么含蓄啊,这些人把手就举起来,干嘛准备要鼓掌了,可是由于燕青全练得太好了,这些人忘了鼓掌了,那两个手就在那儿比划着,浪子燕青就等着掌声起呢,一键掌声,啪,就把柿子收住了,这就叫键好就收,可这些人的掌就是不鼓啊, 他们不是不鼓,是舍不带,你个个都拧着眉毛,瞪着眼睛,张着嘴,都看呆了,看捏了,整个那神呢,都让燕青给拢过去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梦田嘎巴,房上的瓦一响,啵的那么一声,由房上吊起个人来,这人是头朝下,脚朝上,连练拳的,带看热闹的都看见, 可谁也救不了,来不及了,这人掉起来的太突然了,浪子燕青一看,就是他要露一手,怎么露呢,我不单把拳练好,我还得把这人给救了, 那吊人的地方离这燕青有一丈多远呢,燕青脚尖这么一鸣地,蹭底下,一个箭步就过来,用手这么一推这个人,哎,崩,一掌把这人给打出去,那是为什么呢,说明他救人会救, 这人从高空往下落呀,不光是人哪,任何个物体,如果说由高空垂直下来的话,按照物理来讲,每落一米是增加三倍分量, 一百多斤大活人,由那么高的厅房上掉下来,不死重伤,要推他这一把呢,就把他的力量给他撤了, 这救人也得会救,您就像会游泳一样,在不会水的落水只喊救命,那会水的下去之后,不是把他打懵了, 就是让到他后边去,把他拖上来,你要让那不会水的把你抓住啊,俩人一块, 都得是坛子负,所以燕青推他这么一把,推完了之后,他用这左手一拖这个人的肚子, 这人整个就像车轮似的,在燕青手里转了个大圈,一下子,燕青就把这人给抱到怀里, 嘿,这时候狼眼下是一阵热烈掌声, 这掌声啊,这里边包含的很多啊, 包含什么呢,既赞美燕青的全数,也感谢他救人, 这人救的太漂亮了, 可是咱也鼓完了, 连看热闹的带救人的浪子燕青, 全傻眼了, 怎么回事啊, 燕青把这人抱到怀里头, 你别看那一百多斤大活人到了浪子燕青手里, 就像耍个枕头似的, 呜的一下抱住了, 仔细这么一看, 哎呦, 感情是一位如花似玉, 倾国倾城的美貌大姑娘, 倾国倾城啊, 就是长得太好看了, 这句话原来是指着杨贵妃说的,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嘛, 说看杨贵妃一眼, 全城的人都为之倾道, 看杨贵妃两眼呢, 全国的人为之倾道, 有点夸张吧, 反正是好看, 眼睛怎么会傻眼了呢, 人家是个大姑娘啊, 自己和人家素不相识, 虽然说无意之中把这个人给救了, 但是这怎么办呢, 是放下是抱着, 真傻了, 古代年间的礼节非常严格, 男女授手不亲啊, 摘衣裸袖, 据为师节, 这姑娘上街了, 无意之中, 谁碰着她袖子一下, 回来得拿剪子把那袖子搅了去, 不是新做的那一生吗, 那也得搅, 再补成块补丁, 不然的话就得上吊死了, 要不这舆论你就扛不了, 呦, 谁接着姑娘上街了, 那秀管让人给碰了一下, 感情这都不行, 一方面说是礼节的严格, 另一方面也不开话呀, 那要是在一块跳四步呢, 崩擦擦呀, 那还活得了啊, 燕青这么一看我这是怎么办呢, 这是燕青, 要换李逵就好办了, 怎么好办了, 一看抱着回来, 哦, 是姑娘, 啪唧, 就手摔死了, 燕青哪儿办得出来这个事啊, 他轻轻地把姑娘给放在地上, 那姑娘也扫坏了, 是面红耳赤啊, 这么大的姑娘让人给抱着回来, 这成个什么样子啊, 这厅堂前面站着的这些看热闹的开始, 不是都愣住了吗, 现在全明白过味儿了, 哄的一笑就乱起来, 姑娘由地上爬起来低着个头啊, 扫着是往后院就跑, 这似乎听传子里不是有人说话了, 哼, 凌山犯贼欺人太甚, 竟敢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 哎呀, 将燕青与我乱认分尸, 这些人举目这么一看, 庄主庄主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晴天柱站在那儿, 浪子燕青这才上下大领他两眼, 燕青现在是浑身适口, 难分速跳的黄壳洗不清了, 我怎么说呀, 你听人家这话说的多厉害, 第一个这个词就很难听, 梁山反贼, 第一个说调戏民女, 我说我没有, 没有你抱着人家大姑娘, 燕青委屈, 我不知道这姑娘是谁, 干成这个姑娘正是晴天柱的女儿, 这时候随着晴天柱这句话, 浪言下他这些朋友们, 把刀剑全都出了窍了, 浪子燕青心里头非常难过, 来到金凤岭下找三哥送交, 没找到这个人 话还没等说出来呢 就让人家把我给杀了 杀了就杀了 现在我上哪儿冥冤去 这么多人是众目睽睽 都看见了 我把人家姑娘给抱起来了 我说我救人了 说那也没有用啊 我让他们把我剁了就剁了 反正我也对不起梁山 也对不起三哥宋江 想着这真相 一抱头 来个狮子滚球坦在那儿 狼子眼睛转念这么一下 嗨 我真是冤出大天来了 世间还有这样的事吗 救人还救出错来了 救人还得把命搭上 你这不是跟我来混的吗 那我也就不跟你来明白的了 咱们干脆拼了去了 杀一个够本杀俩拽一个 借此机会我就跟你要人了 把脸翻了就算了 想到这会儿都过去 把单刀就拿过来 咱咱咱的这么一下 雁灵刀出了窍 他拉了一个架势 往这儿这么一站 这时候就听人群里有人说话 起码起码 杀不得杀不得 说话这人一闪身 站到晴天柱和浪子眼睛的正当中了 眼睛上下一打量 看这个人像猫并不惊人 小衣襟短的般扇呸的一件英雄大肠 累下跨着兵器 这人也就在三十来岁的年纪生了一张老太太的面容 是满面慈善 那嘴角微微往上兜一点 圆宝口 不笑也带着一点喜容 燕青不认识他 但是听这声音挺熟悉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人讲话 嗯 燕青猛的响起来 就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在晴天柱的家庙里 当我正要自吻的时候 有人劝我 不死为对 你死了还怎么去找人呢 那就是这个人的声音吧 所以浪子燕青仔细上下打领他 这人笑呵呵的劝解晴天柱 大哥耶 您可不能这么做呀 因为人家艳大英雄并不知道是我家侄女 要是知道的话呀 哈哈 人家还不一定就呢 哎 浪子燕青一听这话说的好 这人很公道 你算说对了 感情那姑娘是晴天柱的女儿啊 嘿 我要知道是你的女儿 摔八半 我都不带旧的 燕青瞅了瞅晴天柱 晴天柱是满脸怒龙啊 他不是没在家吗 那是谎话 感情他在暗中藏着呢 现在一看 燕青把他女儿救了 按道理讲 出来得给人家道谢 他没有 他想借着这机会 就把浪子燕青给杀了 这个人出来怎么一说情 晴天柱老大都不高兴 王贤低 你闪顾一旁 就得多管这个闲事 这人一听不对啊 哎大哥 我可是你把我请来的呀 当然你请过来 是为了泰安神州利赖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咱俩是朋友 既是朋友 有得朋友以的 也有受朋友害的 我看你这事能不管吗 把这个事情 要是传扬出去 与大哥你的脸面上 还有什么好看是怎么着 嘿嘿 汪贤低 你不要劝解了 他们凉山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从他们凉山首领 第一把金交鱼 及时与宋江那 就不怎么样 曾在太平庄 抢过亲 呸 燕青狠狠吐了退口 不好庆 有话朝我说 我不是刚才救了人了吗 救的对不对 咱们搁在一旁 不要说我三哥的事 不提我家三哥 我这火还小一点 如果提起吉士语 你还得还人呢 啊 星天柱打了个愣神啊 什么 还人 就在这时候 就听那房山甲到那 有人喊叫 是个小丫鬟 庄主 我家主母夫人 有请 小丫鬟说完了 他害臊了 没敢出来 怨了那么多人 小丫鬟说完这话 咕咕咕咕跑了 这庄主 秦天柱 怎么一听 这个 当时他的脸色就一变 劝解的这位 姓王的 就说了话 等了大哥 嫂夫人请你 快到后边去一趟吧 这儿的事 你就别管了 说完了 这位回过身来 冲那些英雄们 使了个眼色 那些人气得 铮郎 铮郎郎 把刀剑全都还降 秦天柱 立刻奔后边去 这位姓王的 掏出手绢 过来 给燕青 胆了胆身上的蠢土 累了吧 哈哈 燕大英雄 好武艺 好武艺啊 来来来 把刀收起 呃 松颜呢 松颜是谁啊 他叫的就是那铁背病金熬 那病金熬 抱松颜赶快过来 啊 叔叔 快重新准备 快重新准备韭菜 咱们请燕大英雄 继续饮酒 是 这病病歪歪的人呢 也透着有点精神 因为看过刚才燕青这套拳 他服了 这位姓王的 扶着燕青进大厅 对燕青是十分尊重 燕青不知道他叫什么 这个人真怪啊 倒是满活活的 这人一边跟燕青走着 一边嘴里还直嘟嘟 哈哈 燕大英雄 放心吧 什么事没有了 一会儿我家庄主大哥 晴天柱出来 保证得给你赔情道歉 只要主母夫人一叫他 一天云无散 没事儿 你就安心吃酒 啊 不但大哥恐怕还要留你在这儿 多住几日 哎 这句话是郑重燕青下坏 他本来就不打算走 哈哈 不但大哥恐怕还有比这个好生 多少倍的好事儿呢 哈哈哈哈 燕青心里头不住的在盘算 他盘算什么呀 晴天柱跟我摆的什么八卦阵呢 开始的时候没给我面见 让他侄儿那么个病秧子出来接我 然后又打房生下来这么个大姑娘 随后又说我调起民女 要想把我乱人分尸了 现在他老婆把他叫到后院去了 那么这姓王的到底是干什么的 胡志祺事就在浪志燕青的脑子里头翻腾开了 这回把他让到屋里来的时候可不像第一次了 把他让到上岗岗正当中的那把座位上 有给敬杯的 有给满酒的 有给补菜的 大家都用那样的眼神瞅着燕青 什么眼神呢 就是一种羡慕 钦佩 不像燕青刚才和这些人见面那时候了 人家一看 原来是个小姑娘 不是小姑娘 是个小小 女扮男装 不是猜什么的都有 反正燕青长得好看 但刚才这套全这一练 真因为燕青心里想的那事了 却把这些人给震了 大伙心里头也在合计 大哥秦天柱在台湾里累 要对付梁山 我看就这浪子燕青 就够咱们这大哥肯半略的 这燕青拳他能破得了吗 也不知道哪位顺口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旁边那桶子他一下 人家侄儿在这坐着呢 你嘚巴呢 干嘛 这时候就听门外有脚步声 八大连笼一挑 青天柱打外边进来 燕青看了他一眼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呢 不像方才了 方才就是 这么愣一出场的时候 那真给人一种感觉是不可一世 让你知道知道江湖四怪节 秦天柱却有一号 那团威风 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后院走这么一趟回来 那威风啊 减了百分之八十 他这一进门 当时大伙就都不言语了 停背不隐了 好多双眼睛就盯着这位庄主 这件青天柱 规规矩矩矩 吕顺调阳的走的 燕青的跟前是 深识了一礼 燕大英雄 方才 爆谋 多有得罪 救了小女 我应该感谢英雄 却说了那么多 无理的言词 多有冲撞 俺这乡 赔了一流 啊 不知者 不怪罪 倒把那庄主给干在那了 燕青为什么说这么句话 他这词不达意 浪子燕青心里在想事 他觉得奇怪 这青天柱什么毛病 刚才这家威风凛凛 杀得腾腾了 一口一个良产贼后 我又调戏民女了 让他这帮朋友 把我乱忍分支 怎么上后院 去趟回来 让霜打了 所以他顺口大音 说一句 秦天柱那姓王的朋友啊 这个人很会办事 赶快站起来 哎呀呀 庄主 何必这样呢 燕大英雄也不是外人 您呢 以武会有于天下 谁不知道秦天柱 来就坐这儿得了 坐这儿坐这儿 来来来 喝一杯喝一杯 王贤弟 我不能坐下吃酒 你嫂嫂有话 让我陪同燕大英雄 到后面去一趟 你家嫂嫂 有当面谢过 哦 我这得去 燕大英雄 那您请上后面去一趟吧 哎 大哥 您就别这儿愣着了 投钱带路 哦 是是 在座的这些人 都憋不住要乐 谁也不敢乐 怕庄主挂不住劲 另外人家侄儿啊 丙金额 暴松颜在那坐着 当着这么些人 笑话他叔叔 这多挂不住 其实啊 这位铁背病 金额暴松颜 一点也不理会儿 他从小跟着叔叔 长大的叔叔 怎么回事 他全知道 那么这位 秦天柱到底是什么毛病 他什么毛病也没有 就有点小毛病 内衣不具 说现代话呀 叫气管炎 你别看了 秦天柱在外边 一了哇辣的 哎呦 他可怕 他这位夫人了 其实这个怕 夫人也没什么 哎 两方面互相尊重 她这怕 这都邪性 有人知底 有人不知底 知道底细的呢 秦天柱的本领 是跟岳父学出来的 他和他的夫人 是娃娃亲 地起那天 他夫人的武艺 就比秦天柱高 高一筹 一直到现在 他把人家家的武艺 还没学全 所以这些个贴近的朋友 都知道 不知道的就觉得 秦天柱有点怪了 怎么这么大的名声 这么大的本领 怕夫人呢 一直是个谜 只有秦天柱 那个好友姓王的那位 他比较脱底 他赶忙过去 把燕青的英雄厂拿过来 给燕青穿上 哎 燕大英雄 请吧 啊 快点 他亲自过去 把帘子给打起来 秦天柱在前边 燕青在后边 跟着就把内宅来了 燕青也可以说 是糊了糊涂啊 也可以说 是硬着头皮 这夫人干嘛 要见我呀 朗子燕青 想见见就见一见呗 那怕什么呢 不是都一鼻子俩眼睛吗 来到后院 哎呦 感情 秦天柱这位夫人 已经是接出了锤花门 站在那儿等着呢 庄主上前一步 给引见 啊 夫人 她得叫夫人 回过头来 看看燕青 这就是凉山的好汉 朗子燕青 她这位夫人赶忙上前十里 燕大英雄 我劫持了 说了给燕青万夫万夫 朗子燕青一看 这夫人漂亮 不难长得飘领 而且二目神光炯炯 她有一身了不起的本领 这可瞒不了燕青 看这位夫人也就是三十来岁 其实啊 四十都出头了 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 她的穿戴打扮也与众不同 根本不像是一位九创江湖大名鼎鼎什么几怪节之一擎天柱的夫人 倒好像是一位当朝一品什么官员的夫人 那个气度 那个派头 那个庄重的大方的样子 燕青青十了一理 先说自己很鲁莽 因为年幼正在练拳的时候 哎 无意之中 救了您的千金 请不吝点赞